第一千一百二十五集 了雀心愿 楚洋也是无奈啊 补天狱被抢天下皆知 楚洋总不能说那是我自己设计的 楚洋道 补天狱可以补充神魂力量 足可将浪鼠座的生机恢复一些 只要度过眼前的生死难关 以后随着疗养就可以慢慢的恢复 朗首座 天大地大 九冲天多姿多彩 你虽然经历的不少 却也并不多吧 至于九冲天之上是什么 难道你没兴趣上去瞧瞧 你现在已经超越了先凡之隔的六品至尊 九品至尊 以你的速度 千年之内就可达成 届时九冲天阙的风光 呵呵 在场众人中 唯有他和魏无言两人能感觉出来 此刻浪一郎是什么样的心态 这是一种全部放下 彻底放松之后 绝对的无牵无挂 人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留恋 能够让他产生兴趣 这就是浪一郎此刻的心态 他并不是心死 而是已经没有了心 所以楚洋才描绘出无限远景 只要浪一郎心中一动 就可以不死 浪一郎摇摇头 楚洋 你的用心可真是良苦啊 他微笑着眼中是一片的平静 挣扎着站起身 他的内外伤已经被不完全满酒中丹治好了大半 眼下行动已经无碍 他深深的吸了口气 我浪一郎 幼年跌遭大变 家破人亡 浪迹江湖 从最底层开始奋战 我这一生 哭过 苦过 笑过 也爱过 恨过 风光过 屈辱过 我一步步的爬起来 爬上刑堂首座的地位 在这九重天 也算是位高权重了 但是我要的 不是位 也不是权 更不是风光 我要的是报仇 很狭隘 我承认 但那就是支撑我走过这一生的最大动力 红无量毁了我一生 但若没有红无量 我这一生 绝不可能走到现在 他是我切齿痛恨的仇敌 纵然如今他死了 仍然是 但他也是我活着的精神支柱啊 今天我亲手杀了他 用我想象过最理想的方法 我很满足 九重天阙 我很向往 不过 我若上去 就又是从最底层开始打拼 我已经打拼过一次 不想再打拼了 我已经厌倦了这红尘俗事 真的 很讨厌 很讨厌 我累了 所以我要走了 我要到那个世界去 如今 那个世界没有了红无量 那正是我和霞儿梦想的环境 霞儿现在想必已经等得妄言欲穿了吧 我再不去 岂不愧对家人 我已经愧对他一生了 难道连阴曹相聚也要错过吗 红无量被我杀了 正好接着我又被人打成这样 这是我的命啊 这是我的命啊 是注定的 我接受 他含有深意地看了看楚阳 露出一份意味深长的笑 或许你想逆天 但我不想 楚阳苦笑 这些站在巅峰的人物 当真是每一个都不是一语之辈 每个都是人精啊 浪一浪知道他自己的伤 但自己用药之后 他立刻就恢复成这个样子 居然立即就在他自己心里 肯定了自己就是久洁见处 最后这句 或者你想逆天 但我不想 就隐晦地表达了出来 所以你还是别劝我了 我轻着难受 你也不好受 浪一浪意味深长地说道 让我死吧 对大家都好 楚阳唯有苦笑 这个浪一浪对他自己是真的很啊 他干脆把他自己的退路截断 也把楚阳前进的道路截断 你救了我 我是执法者刑堂首座 只要我回去 你九节建筑的身份就保不住他 所以你别救我了 可见他可怕一死又多么的迫切 楚阳探探手 浪手座都把话说到这种地步 我也真是无话可说了 不过 总觉得可惜 对于两人说的话 其他几人都是云里雾里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也是浪一郎的顾忌 他要是说出来 就等于是害死了他现在的四个兄弟 楚阳就算不想灭口 也只好灭口 所以他只要求截断自己退路即可 没什么可惜的 你不知道我渴望这天渴望到了什么地步 当年霞儿不是没有机会跟我在一起 但他始终没有那么做 哼 我知道 他是自觉以为白币蒙侠不在真结 而我 那时候又在误会之中 阴差阳错 导致了霞儿一生的悲剧呀 他叹了口气 目光沾染 其中竟然有着无限的温柔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等w.cfp8.com 此一去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他 我不在乎 无论他怎样我都不在乎 我所在乎的 就是能不能在一起 已经很多年了 我真的很怕 他此刻已经轮回转世 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呢 不会不在的 楚阳叹口气 他身怀无穷遗憾 由莫大愿度而死 恩怨未消 听说就连轮回通道 也不会接受的 那我就放心了 楚阳所说的 乃是传说 而浪一郎 这位位高权重的至尊高手 竟然也立刻就信了 众人都是心中叹气 浪一郎已经不想活了 而找到那位侠儿 却是他最大的希望 所以 虽然明知道 那所谓的那个世界虚无缥缈 但他仍旧一无反顾 虽然明知道 楚阳是在向好处说 安慰他 可是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 唯有这样 他才能满怀信心地 前去寻找自己的爱人 若是连这一点信心都失去了 那么无论生与死 这浪一郎来说 都没有了半点意义 楚阳沉吟了一下 手腕一翻 浪手座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 那么这件东西 或许可以帮你 只见楚阳的手中 有一片小小的花瓣 似乎正在发出光来 而这光竟然像一道彩虹一般 璀璨鲜艳 只是指甲盖大小的一半花瓣 居然清晰地分成十种颜色 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 还有一种无色的透明色 浪一浪大惊 十色蓝瓣 这难道是天板蓝 那万年一变化 一色一万年的阴阳神耀天板蓝吗 浪手走好见识 楚阳赞叹一声 我不是好见识 而是我打听寻找这种东西 已经有一千多年 浪一浪苦笑 要是在此之前让我找到 我哪有兴趣找红无量报什么仇了 早就吃下去 然后去找侠儿了 他在苦笑 众人却为之动容 这个浪一浪 为师是痴心的吓人啊 既然这么说 想必浪手座是知道怎么用的 我只是提醒一点 你在临死的时候 我将这般兰花放在你的口中 你勤之而亡 可保灵魂不灭 若是找到你爱人的冤魂 将药力通过灵魂传承 度给他一半 便可彼此保持灵魂完整 彼此之间存有感应 转世重生之后 做对神仙眷侣 恩爱夫妻 楚阳凯然叹道 因曹地府做伴侣 总不如万丈红尘做夫妻呀 浪一浪目光灼灼 两只手忍不住颤抖起来 眼圈都激动的发红 多谢 正如楚阳所说 因曹地府做伴侣 哪里急得上在这人间世上 做一对神仙眷侣 浪一浪当然想 但是他却不敢抱任何希望 如今楚阳直接给他 解决了最大难题 浪一浪眼中含泪 嘴角却露出了笑容 那是一种由衷的向往 向往来世不再是梦 现在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他生死之后 能不能找到那位侠儿 楚阳的心中 也忍不住有些酸涩 对浪一浪的心情 他十分理解 所以他才给出了天板栏 而且只拿出一半 一整片的天板栏 若是一个人享用 就可以灵魂有辜 而且转生之后 带着记忆 带着今生三成的修为 成就一个逆天人物 可浪一郎想要的 却并不是辉煌 他所要的是幸福 一片天板栏 两人服下 只能稳固神魂 然后彼此感应 造就一种双魂联系的奇异现象 却不会带着记忆和修为 二人一起打拼 一起进步 一起相互的呵护 那才是真正的福奇之道 而浪一郎想要的 就是这个 不过你可要千万切记 轮回转世的途中 万万不可牵手啊 否则要是成了一对 双胞胎亲兄妹 那可就糟糕透顶了 浪一郎机灵灵打了个哆嗦 脸色煞白的倒 是 多谢提醒 刚才他心中正是这么想 一旦牵手 再不分开 楚阳一个提醒 几乎吓得他魂飞魄散 若是真成了那个样子 那可就真的此恨绵绵 无绝期了 浪一郎心情轻松起来 甚至嘴角那丝温柔的笑容中 自从见到天板蓝 就从来没有消失过 楚兄 此番救了我 想必定有缘故 只要你说 浪某便是清尽一切 无有不允 浪手座果然是聪明人 浪一郎也笑了 请说 两人心中都很明白 楚阳若只是为了救魏无言等人 那么他就绝不会在最后时刻 突然回身 背着浪一郎逃走 要知道 那时候可是真切的冒着生命危险的 只要对方烧快上一丝 楚阳就是有九条命 也逃不出去的 更不要说救了浪一郎之后 还背着他跑了一千里路 紫气东来之地 楚阳含蓄的传音 浪一郎恍然 爽快说道 没有问题 楚兄对我恩同再造 我浪一郎快要死的人了 能对楚兄有所帮助 也算了却了一段沉原因果吧 楚阳长长的松了口气 九节见第六节 如今总算是见到了真实美梦 只不知道那第七第八 究竟又在何方呢 第1125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